熟悉的金屬边框 Samsung Galaxy第五代折叠机首尔发表会亮相 Samsung Galaxy Foldables look amazing are one of a kind and can help you focus on what matters most Samsung盛大推新机之际 三星集团公布第二季财报却是惨兮兮 营业利润创14年来最低 仅有相当台币158.14亿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暴跌95.26% 最赚钱的晶片事业连两季 亏损不仅期减转是造成营业利润惨跌的主因 三星第一季营业利润已下滑超过九成 另外第二季合并营收也下滑22.3% 创十年来单季最大降幅 不过专家却分析前景乐观 有建议利润下滑幅度缩水 预计下半年可能销售出现新一波反弹 三星不止积极推动手机研发 还扩大智能手表和家电业务 多功能客制化的冰箱系统 结合手机软体使用 三星要创造更舒适的居家环境抢占商机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